郭文貴議員 藍丹的手腕真的很有欺騙性 這個球就不過 藍丹贏到6比2 藍丹贏到6比4分1決賽行人止步 這場過小少 а格力扣殺 即 立即獲取分 這次比賽密度量很大 今天早上截完之後又飛來賽 李毓在今天上載的比賽贏了來著香港的陳仁傑 所以李毓的體力應該有點吃虧 這球又有漫妄兼扯戒 令臨丹好像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沒有人發現 有時行運行到這樣 都很難解釋 厲害 李毓也回敬一球 打到空檔 發球方的李毓是落後3比8 發球方球 9 3 界內 發球方球4比9 李毓在第二局適應臨丹 表現亦有所好轉 暫時已經取得4分 第一局取得6分 第二局應該有希望超過6分 對 無法彈 網團的手感 林丹把球挑過去 李毓已經沒有角度回球 不殺了 這球 我寧願跟他吊過 哎呀 很麻煩 這球差一點點 緊緊出界 林丹 就贏到11比4 另一邊 在打其他男子的比賽 一會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看到廣東的選手比賽 暫時我們看著 林丹對著李毓的賽事 林丹在第二局 第一局去到11分 暫時兩個球員要休息 亦接受教練臨場的指導 也不需要怎麼說 教練可能無非叫他 你拿緊一點 盡量省點力 這邊孫進又說 你盡力打 跟老大哥學多點東西 輸小當贏 這球應該是出界 好漂亮 好 你現在去到1911局 立即去到20局 我們是出界 你細節的得分已經超過上一局了 上一局只得到6分 林丹好像是練球 再一次把球撩回剛才濕吻的角度 林丹在後場的控制很好 但這球反而被對方挑去另一邊 這球你挑得非常聰明 林丹又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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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在團體比賽當作當作獲得冠軍 而在藍霜的比賽 劉永和徐賢詩輸給福建的組合 劉永亦結束了今次的全民會的精程 也輸了這個羽毛球史上的一個全棋 38歲打路 還得到團體冠軍 所以有時都希望一些球員不妨珍惜自己的運動生命 因為打球始終是你的天賦所在 如果你放棄了這個天賦去做其他行業 就未必會做得這麼得心應手 像鄭芳28歲 如果真的打到的話 我建議他真的繼續打下去 當然如果你說有很嚴重的傷患又當別論 這球完全沒得追 只要眼白白看著球落地 16比9 分數一定會多過第一局 但結局很難避免相同的結局 就是輸給林丹 又跳去空檔 這球完全捉不到林丹的路 林丹亦也說過 剛才他的手腕很有欺騙性 反應也很快 腕力很厲害 出界 18比9 現在的原點是 你動呢 究竟可不可以拿到雙位數嗎 下網 19比9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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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現在已經是給第一局有些進步了 我想 如果你說 講到教練 大家都壓力大 以及緊張 但是 現在這兩位教練 可能是全世界最輕鬆的教練 暫時 想放一個短的 但其實這球 林丹已經是早準備的 好 比賽來到賽點 20比10 林丹暫時領先 哎呀 這球不過網之下 最終是自己 把這一分 你更加 都可以拿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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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對嗎